记者刘雨庆彭湖报道,曾是彭湖县政府首位博士级处长的参议洪栋林,今天29日,在脸书发声争取离岛机票五折,洪栋林历任三任不同党级县长,又曾任旅游处、建设处长等要职,分量不在话下,获得许多彭湖民众留言支持,希望立委及县府能积极协助争取。 依据现行离岛建设条例,金门、马祖及澎湖三个离岛县市居民,得享有最低三折机票补助优惠,澎湖县民目前享有三折优惠,一年国库补助约三,264亿元,今年实施的0至12岁五折优惠,澎湖县政府编列经费400万元,依此类推,若实行机票五折优惠,澎湖一年大约补助五。 五亿元 合法的交通基本权益,邻国日本就对领导机船票补助幅度更大。 一向形式低调的参议红洞灵,突然大动作在脸书发生。 虽然明年是选举年,但依照其个性不太可能参选,因是近年来负责离岛建设条例修正有感。 脸书发生获得不少朋友支持,但也有民众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稳住离岛航空公司及航线。 也有人认为只补助居民及存票对于观光室业务所注意。